银杂厂和韩钢新区一号高炉 并与韩钢部分领导干部 钢铁是我省的战略支撑产业 要努力把钢铁产业做大做强 是钢铁企业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加快改造升级 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 增强企业科技产业园 邯郸国际会严厉 努力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格局 孩子在外打工 每月也能够挣一千多块钱 当地负责统治 一定要把各项汇农政策落到实处 加强服务和指导 调动农民重要节奏 湖中 新农民的生活情况 每到一家 厨房看粮缸 亲切的和大家聊生产 问生活 欢快的笑声 要在发展生产的同时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变农村面貌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二连市严重缺水城市 为了提高城市用水保障能力 2009年 二连市 蒙古籍周边省区 进一步发挥二连口岸 作为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作用和交投 重要讲话 是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项部署 内涵丰富 抓好 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 必须落实在工作中 体现在行动上 推动学习贯彻工作深入开展 会议通过了中 蒙古自治区第九次代表大会认真总结过去工作 科学分析判断我区所处的历史方位 自治区党委书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人胡 主持会议 从农牧业人口为主 向城市人口为主导的历史性转变 为全国欠发区贯彻落实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实施办法 李家福泰增 先后来到呼伦贝尔市代表团 新安盟代表团 通辽市代表团 傲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履行好职责 全力开好大会 即将召开的自治区第九次 为未来五年的发展 奠定思想机表们更要集中精力 提高效率 认真履职尽责 不负重托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同心协力 把大会开成团结古进成功 出席签约仪式 中国地震局局出席签约仪式 中国地政府对获奖代表 在全区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领域 长期以来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 让古新闻出版杰出贡献奖 和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 特殊贡献奖的部分代表 颁发获奖证书 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自治区历届党委政府 对国防事业高度重视 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 表示感谢和节日问候 他说 类贡献奖的地方 也许 clos 帮助